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点中内容呢 这个点呢是相当于是一个额外的内容 不是特别重要 那么它是什么呢 自定义命令行参数 什么是自定义命令行参数啊 是不是你可以在运行某个程序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运行Jungle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指定Jungle运行的IP地址 是什么端口地址 是不是可以改 那也就是说我在运行TensorFlow程序的时候 也可以去实时修改吧 那这里面我们有几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TF.AP.Flux 就可以定义你哪些参数是需要去修改吧 在运行的时候可以修改吧 然后呢你要去获取这些参数呢 你可以通过Flux去获取 好那这个时候他提供了两个东西 那这个自定义命令行参数 就比如说你在运行一个 比如说某某新点PY的时候 你说哎比如说我指定他最大的一个训练次数 是不是就可以拿 哎或者说我指定他的一个learning rate 是不是在我训练的时候可以指定吗 对吧 哎我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呢 TensorFlow已经可以提供了 当然你是不是可以通过OS点 这样一个ARG 是不是可以去实现 ARGV 是不是可以实现 OS点ARGV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他实现 那怎么做呢 他这个定义命令行参数 这两步啊 第一步 定义啊 命令行参数 第一步干嘛呢 哎首先定义有哪些参数 名字啊 默认值啊 说明啊 这些定义有哪些参数 需要在运行时候指定呢 在运行时候指定 好第二步干嘛呢 哎我可以去获取在程序当中获取我给的指吧 获取定义的命令行参数 好那首先第一步我们定义这些指 比如说啊 我们就在这里来定一下 这个训练的这个参数 是不是训练的这个部署 是不是我最希望用一个变量去替代吧 对吧 那我就可以当做命令行参数 我在运行的时候 我看一下指定他运行多少步啊 好那这里呢 我们定一个 这里面有一个tf.app.flux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flux呢 有一个叫define 那define有stream类型 integer类型 布尔类型 flow类型 那我们用这个循环的部署 用于哪一个 integer吧 这位整形啊 哎 integer第一个你给他取的名字 取的啊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你的名字 名字 第二个默认值 第三个说明 比如说明呢 是必须得要的啊 好 比如说训练的最大部署 s skype 我给他默认值呢 默认呢 我就是100步 默认是100步 当然是给个整形的类型啊 100步 然后对他说明是模型训练的部署 对吧 好 接着我再来定一个 比如说再定一个 其他的数据目录 好 学习率 对吧 学习率啊 它也是一个整形的啊 那我们把这个字符创看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文件保存的这个 这个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我保存某个文件的这个路径 对吧 我也可以重来啊 再来一个 那这里不是integre了吧 我们就是pb点flux flux点define一个street 那这地方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的模型目录吧 比如说model的dir 可不可以啊 可以 然后我给他一个默认值 我都为空 也就是说你传进去 必须得填吗 给空 好 然后就是说 模型的 加载的路径 加载的路径 模型文件加载的路径 好 定义好这两个之后呢 我在程序当中是不是要使用它 那怎么使用呢 我们要通过一个flux tf.app.flux点 有个大型的flux 对了 我们是通过这个东西去获取它 获取它 好 好 那我们要定一个获取 啊 定义 获取 定义 获取参数名字的 那注意这里参数指的是命令函参数啊 命令参数啊 名字 好 那一般我们就是通这个 tf.app.flux点flux点mustlub tf.app.flux点flux点mustlub 去获取吧 哎 好 那我这个flux呢 就去获取这个值了 好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户 覆盖这项 覆盖flux点 是不是mustlub 然后这个模型的这个文件 对吧 目录 这两个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把这个值呢 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啊 哎 flux 大型的flux点 我们的model干dr 看一下名字啊 model少一个l 看一下model干dr 复制过来吧 好 然后把这个地方也替换了 对吧 model点dr 好 替换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有通过命令函参数 去可以去运行吧 那 那我这个地方呢 就去 比如说在这里 cd到点点点点 好 我在这里呢 运行一下 paston 对 干零四 对干零四点py 然后呢 我指定 干干 是不是循环的训练的部数啊 训练部数 比如说指定500部 默认识度啊 是不是100部啊 然后 干干 我们的model干dr吧 dr 等于 字符串 觉得 它应该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street类型 modeldr 这个说明 modeldr 在我们的淡安保目标下 ckpt下面的一个model吧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好 我们指定好之后运行一下 看一下 大辆车这里面有模型加载了啊 是不是就继续从这个东西去 是不是从这里一直训练500次啊 这处置画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它次处做啊 是不是499就500次吧 哎 这个地方是这个值 所以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命令函参数 你启动的时候 也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函参数去指定 可以啊 可以的 嗯 嗯 是啊